每个人都能选择不一样的人生 美国德州就有一名成功的银行主管 他为了打破性别界限 勇敢变性 从男而生改当女生 接着他还对自己的身体继续进行大改造 不只摘出耳朵 把舌头切开 他的满脸也都是彩色的刺青 因为他的梦想就是要成为爬虫类动物 他认为这样才有重生的感觉 不过这些做法的背后 有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这张五颜六色的脸 不是化妆角色扮演 而是真真实实一刀一针加工 眼白染成绿色 舌头一分为二 他的梦想就是成为爬虫类动物 这已经不是艺术 而是彻底的改造 美国德州这名龙女士 本名是理查贺南德兹 人生的前36年 是以照片中这样的男人形象生活着 而且事业有成 在银行工作15年 从基层办事员一路爬升到资产部门的副总裁 直到一次抽血检验 1997年他辞去银行工作 首先在两边的眉毛 各植入五个半圆形的物体 好让前额更突出 第二步是全身刺满响尾蛇般的菱形纹路 会称呼爬虫类为父母 是因为一段悲惨的童年记忆 五岁时他和两个弟弟 被亲生母亲载到荒郊野外 狠心抛弃 还好那里距离祖父母的农场不远 他们平安获救 被亲戚抚养长大 成长过程中 动物尤其是蛇的陪伴 成了他心灵唯一的依靠 高中时期活跃于球场的阳光男孩 后来选择勇敢做自己 改变成女字旁的他 弟弟也主动透过脸书联系 替他加油打气 我非常愉快 换作任何人都会吓到吧 但大多数的人是友善的 热情和他互动合照 龙女士的图像被印制在T恤上贩售 希望借由自己的故事 鼓励人们勇敢活出自我 但他内心深处有个遗憾 因为他十多岁的儿子 不肯承认有这个父亲 从男变成女 从人变成龙 蜕变尚未完结 这是他选择的人生 没有对错 只求无憾